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也在想我吗?不要再离开我了,不要再骗你自己了好吗?我们一起在圣姑座下,还有什么比这更开心的事呢?不会在意你的转世,我只要和你在一起,刘昕 尼昌说到最后,已经变成了泥男 此时的莫无忌完全能够感受到这个女人对流星的爱恋和依赖 她知道这件事情实在是太过凑巧了 一个是她的眼睛的确和流星很像 当初在天凡宗,殷林第一眼看见流星雕像的时候,也说她和流星很像 这还不是关键,关键在于她修炼的凡人诀 流星也是修炼的凡人之道 虽说她的凡人之道更彻底 但是依赖这个女人可不会相信这些 应该如何逃出这女人的视线呢? 莫无忌心里还在想着这件事情的时候 她怀里的依赖已经软了下来 没等莫无忌换过身来,依赖已经抬起了头 她的眼里全都是柔情和无言的爱恋 流星,如果你不喜欢在圣姑座下 我愿意和你一起走 只要你愿意 我现在就可以为你养一个孩子 你闻我 黄群跌落,阴彩松开 一个惊艳使人的完美身躯出现在了莫无忌的面前 莫无忌的脑海里突然涌现了剑狱里的画面 她抱着犹如骷髅般的韩清儒 当时的韩清儒,唯一没有受伤的地方,只剩了自己的脸 莫无忌是个正常男子,修炼的更是凡人道 凡人道从未将自己的七情六欲摒弃 只是他洁身自好,绝不会和别的修士一样而已 韩清儒的身影让莫无忌连清心绝都不用,便彻底冷静下来 为了韩清儒,他灭掉了大剑道 可是对韩清儒来说,最重要的也许不是去灭掉大剑道这件事情 他叹息了一声,不知韩清儒现在如何了 这些年他为了追求大道,已经错过了太多太多 无论是燕耳,赎阴还是韩清儒 平静之后的莫无忌,带起落在地上的黄群帮衣裳披上 请给我些时间好吗?我现在实力还太低位了 让我恢复了自己的实力和记忆再说吧 之前的事情,我都不记得 自从被夏若英暗算之后 在他的眼里,除了那几个用生命救过他的女人之外 别的女人再怎么优秀都和他没有任何的关系 更别说是眼前这个和自己对头的女人 他现在要的是如何从这女人眼前逃走 然后寻找地方更加疯狂的提升实力 嗯,我听你的 衣裳乖巧的像只小猫 他羞红着脸背对着莫无忌穿上的衣服 完全没有在意自己被莫无忌看去 在他的眼里,流星就是他的一切 穿好衣服的衣裳紧紧贴着莫无忌 那眼神和柔情似乎随时都会把莫无忌给融化掉 衣裳 流星哥哥 我还是喜欢你叫我闪儿 莫无忌刚叫出两个字便被衣裳给打断了 莫无忌心中无奈 只好说道 尚儿,我现在修为很低 想要密地闭关修炼 咱们能暂时分开吗 等我修为提上去之后 我再去寻你 不 流星哥哥 我再也不要和你离开了 我怕再次和你疏远了 我怕再也见不到你了 不是再也见不到了 而是我的记忆没有恢复 我想修炼一段时间 最多不过万年罢了 莫无忌解释说 他感觉自己的岁月盘在修炼起来之后 时间对比甚至接近了百分之一 这肯定是他没有完全了解岁月盘造成的 万年的时间 即便无法跨入准圣 至少也是和神圆满 到了和神圆满 自保一定是没问题了 衣裳却流着眼泪 看着莫无忌不断的摇着头 两久之后 他才气声说道 一万年太长 我就是一夕时间 也不愿意让你离开我的视线 流星哥哥 不要再离开我的视线 让我一直可以看见你 我真的需要提升实力 和你再见 我怕会分心 莫无忌心中暗自叫苦 衣裳红着眼睛看着莫无忌 你有岁月盘 其声实力非常快 我这里有东西 可以让你更好的利用岁月盘 加快你十倍的修炼速度都不止 尽管莫无忌知道 不能要衣裳的东西 但他仍旧忍不住问道 那是什么东西 是这个 衣裳说着 拿出了一枚精英剔透的果子 这枚果子没有任何的气味 莫无忌的神念落在上头 就像落在了浩瀚无边的汪洋大海之中 他察觉不到任何的灵运气息存在 这是什么果子 这些年来 莫无忌也算是有些见识 但他却从未见过这种果子 一伤嘴一掘 你根本就不关心我 你就没有发现 我的修为 比之前要强上许多吗 啊 莫无忌只能哀一声 他心说 你之前的修为如何 我有哪里知道啊 衣裳只是撒娇 显然不是真的怪他眼中这流星哥哥 剑目无忌愣神 他压低了声音 这是我偶然找到的稻果 一共两株树 每一株树上 只有一枚这种稻果 我用了一枚 当初我只有和生后期 用这枚稻果修炼后 我的实海和一切意念 都变得清晰空明 修炼周天成数倍增加 修炼速度刚是之前的十倍都不止 我怀疑 这是开天辟地的稻果 两枚稻果 我用了一枚 这一枚我没有舍得用 也没有舍得给圣姑用 偷偷留下来 是准备给你的 听到这儿 莫无忌心中暗自震撼 尽管他和医商一样 不认识这枚稻果 但若这枚稻果 真和医商所言的一样 那么这枚稻果 绝对是最珍贵的稻果之一 他根本就不是流星 和医商没有半点关系 即便这枚稻果 能让他直接跨入圣境 他也绝不会要这枚稻果的 医商 商儿 请你给我一点自尊 我希望能完全依靠自己 跨入更高的层次 而不是靠别人的帮助 嘴上这么说着 莫无忌心里却在感慨 这家伙还有这样的女人 电挂着他 我又怎么是别人了 我 医商又一次泪如雨下 让莫无忌无法再继续说下去 这个女人好像真的是谁做的 那么的喜欢哭 打又打不过 跑又跑不过 莫无忌彻底陷入了困境之中 现在他更不敢让医商知道 他不是流星了 要不然 就凭刚才这个女人在他面前拖光光 他就死定了 好吧 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 莫无忌叹了一口气 医商脸上还挂着些精英剔透的泪珠 他就这样睁大眼睛 无辜的看着莫无忌 流星哥哥 我不影响你做任何事情 我只要跟你在一起 我不要让你从我的视线里消失 如果不是莫无忌知道 这个女人的年纪比他不知道大了多少倍 他肯定会认为 这还只是一个小姑娘 那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莫无忌清楚 不用些手段 他根本不可能摆脱这个女人 当然 听到莫无忌要他帮忙 医商的脸上露出了惊喜无比的表情 莫无忌拿出了一枚玉剪递给了医商 这里有一扇波温阵门 进入这阵门之后 里面有一个叫明媛的家伙 我差点着了这家伙的道 你去帮我教训他一顿 对了 这波温阵门不能直接进去 必须得哄开才行 听了莫无忌的话 医商简直欣喜不已 你是在担心我吗 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找到了 叫神器之地 圣姑正在想办法撕开这里 只是神器之地 根本就不是寻常手段可以打开的 就是圣姑也没有办法直接打开 即使如此 那我先密地闭关了 我希望在我闭关的时候 你不要打搅到我 莫无忌一听医商的话就知道 想避开这个女人怕是不行了 你尽管闭关 我帮你护法 见莫无忌没有拿走自己手中的道果 医商也没强行给他 他早就暗下决心 等莫无忌闭关之时 便将这道果融入莫无忌吸收的神灵脉之中 在他的想法里 流星是看见自己的实力比他强 所以他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让流星哥哥跨入尊胜之中 不朽凡人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